当年郭湘创立峨眉一派 名动天下 如今传到徒子徒孙的手里 我倒要看看 还有几成功力 就算只剩下一成 我也不敢犹辱失明 好 金花婆婆来到蝴蝶谷 要杀了蝶谷一仙胡青牛 不曾想胡青牛夫妇服下剧毒 竟是双双陨落在金花婆婆的眼前 金花婆婆以为胡青牛夫妇已死 带着猪儿离开了蝴蝶谷 一斩茶时间后 张无忌和季晓福回到房间 发现王难姑尚未断气 王难姑催促张无忌 赶紧给胡青牛服下牛黄穴结丹 再配合金针刺学便可救人 张无忌按照王难姑的方法 成功替胡青牛夫妇解毒 胡青牛深知金花婆婆极为谨慎 一定会去儿妇访回来探查 决定带着王难姑离开蝴蝶谷避难 并且要张无忌立两座心坟 希望能够骗过金花婆婆 临别前 胡青牛送了一份礼物给张无忌 我毕生所学 都写了这篇书里 胡青牛夫妇离开后 张无忌替两人立了两座假坟 他看着胡青牛送给他的医书 胆态要是制不好 玄穴神长的寒毒 不出一年他就会毒发生亡 金花婆婆重返蝶谷探查 发现张无忌站在胡青牛夫妇的坟前 不禁询问起张无忌的来历 我叹气 是因为我身上中了玄穴神长 不久就要跟胡先生 玄穴神长 金花婆婆见张无忌的确身中玄穴神长 隐约猜出了张无忌的身份 若是能够通过张无忌找到谢迅 金花婆婆或许就能够得到屠龙刀 金毛石王和张翠山是拜把兄弟 你一定知道他人在哪 我 我不知道 金花婆婆软硬坚施 要张无忌说出谢迅的下落 张无忌受到父母的影响 自是宁死也不愿出卖衣服 金花婆婆认为来日方长 准备把张无忌带回灵蛇岛再做打算 季小福及时赶到拦住去路 要金花婆婆放了张无忌 金花婆婆曾打伤过季小福 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 让季小福不要自讨没趣 灭绝师太带着峨眉弟子现身 让金花婆婆如临大敌 季小福更是心乱如麻 金花婆婆不愿与灭绝师太硬听 带着张无忌就要离去 灭绝师太却不肯善罢甘休 指责金花婆婆假冒峨眉派的救难印记 今天说什么也要给她一个交代 要跟老师算账的门派多如牛毛 我不在乎你峨眉一派 好狂啊 好 我倒要看看你手中的珊瑚金管 有没有你的语气硬狂 金花婆婆见灭绝师太得寸进尺 不由地生出了三分火气 她倒要看看今日的峨眉派 还有郭湘女侠的几成功力 就算只剩下一成 我也不敢犹辱失明 好 灭绝师太凭借神兵一天剑 斩断了金花婆婆的珊瑚金管 张无忌见事情出现转机 猛的出口咬向了猪二 猪二疼痛难忍只好松手 怀疑颜色抓伤了张无忌 你手中拿的 可是天下第一宝剑一天剑 算你吃货 果然是好剑 好 今天我认输了 把你 走 金花婆婆自知奈何不了灭绝师太 带着猪二离开了蝴蝶谷 丁敏君见状拍起了马屁 认为金花婆婆不自量力 竟然敢与灭绝师太过招 谁知灭绝师太看似大获全胜 实则已经受了些许内伤 灭绝师太赶走了金花婆婆 又把目光看向了季晓福 他恼怒季晓福既然活着 又为何整整十年不返回峨眉派 季晓福文言甚是不解 以为丁敏君将事情告诉给了灭绝师太 丁敏君当初为了独占功劳 只说是单枪匹马从杨潇手中夺回了一天见 根本没有提及季晓福和杨潇之事 如今为了掩盖真相 丁敏君更是故意转移话题 质问季晓福这十年去了哪里 我无眼面 见师父 是因为你身边的小女孩 她是弟子的亲生女儿